加入TVB23年的藝人鄭西豪 多年來有份參演多套劇集 雖然多數都是飾演行角 但憑借突出的表現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並成功入屋 最近她終於等到機會發揮 有份參演人氣處境劇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憑借在劇中飾演的細龍生一角 人氣急聲而更為觀眾熟悉 近日愛回家的另一位演員 洪森如蘇韻芝 才正式宣布離巢 想不到今天又突然出細龍生都要離巢 令到不少網民都覺得驚訝 有傳鄭西豪今次毅然決定離開TVB 是因為雙方就做了問題談不點數 據知目前鄭西豪已經沒有再繼續參演愛回家 雖然消息未知真假 當事人也未有回應 但不少觀眾都覺得 愛回家一連走了兩個重要角色 實在是捨不得 不過如果是真的 相信TVB都一定會很快安排新入寶位 你們覺得下一個入組的又會是哪位呢?